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Cloris 那这期视频呢 是我在澳洲私立医院给我儿子做了 为期五天的睡眠训练后的一个总结帖 宝宝从赔睡报睡到自主入睡 那最有效的红睡方法就都在这个视频里面了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科学红睡宝宝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睡前准备工作呢 就包括关灯关窗打开白噪音 给宝宝穿睡袋给他安抚物 那我儿子是两个安抚奶嘴 加上一只毛绒兔子 做好睡前准备之后呢 就可以抱一抱孩子 稳定一下他的情绪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读故事书了 一般呢就读一到两本故事书 如果说好今天读两本 一定一定不能给他读第三本 一旦让孩子意识到 他有鞋伤的余地 就会让之后的哄睡也变得非常困难 他会以哭得更久的方式 不断的测试你的底线 好让你妥协继续陪他睡 那之后呢就是要用老师的语气 用肯定句式告诉孩子 他现在要干什么 那句式是 孩子的名字加上睡觉时间 加上躺下来 弟弟现在是睡觉时间 那你要躺下来 开始的时候 他肯定是不会听你的话 乖乖躺下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帮他一下 帮他侧卧躺下来 侧卧呢就是方便等一下拍睡宝宝 那一般呢我会用空心掌 有节奏的拍他的屁股 其实拍床框拍床垫甚至说 拍家长自己的腿都是可以的 重点是要有节奏的拍 同时呢在宝宝耳边发出叙叙的声音 那如果孩子还是挣扎哭闹 那我们可以增加虚拍的频率 当他身体放松 愿意自主躺下来 那就离睡着也不远了 一般只要我儿子平静下来 那我就不拍了 我看别人就拍什么 几十分钟啊 一个小时 我也是很佩服的 但是我自己就真的做不到 那我也不想让他习惯被拍睡 等他平静下来躺在床上 那我就会坐在床边陪着他 故事呢有教我背对着孩子 坐在小床边的地上 就听着好像也没有什么神奇的 但这一招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管用 就以前我都是坐在床边的沙发上陪他的 结果就是他经常要站起来看我 站啊站的就完全醒了 然后就开始在小床里面玩 坐在小床边的地上呢 让他躺着 睁开眼了就能看到我 那背对着他呢 又避免了我跟他之间的眼神交流 减少外界刺激 孩子就更容易入睡 那如果孩子就实在是哭得厉害啊 完全就不肯躺下来 那我们也不能强迫他是吧 这个时候呢我会出房门 给他一点空间和机会 学会让他自己平静下来 那如果还是一直哭 每隔大概三分钟 我不进房间 但是会站在门外提醒他 现在是睡觉时间 据事还是一样的 就孩子的名字 现在是睡觉时间 这样躺下来 如果你在门外听到他哭哭停停 哭哭停停 证明他是在有效的自我调节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就不会再进去了 因为我儿子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很快就会把自己哄睡了 这里要注意啊 就是每次你在门口跟他说话 刚说完话那一会儿 他肯定肯定会哭得更加厉害的 就这个时候他哭 真的不是他有多伤心 只是在跟你抗议 家长一定要坚持住 不要稍微一哭就冲进去抱起来 这样你其实是在给孩子 发送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息 就是我只要哭 妈妈就会来抱 我哭得越小 妈妈来得越快 那如果在门外提醒了两到三次 但孩子还是哭得很厉害 再进去房间跟他说 现在是睡觉时间要躺下来 然后呢帮他躺下来 告诉他妈妈可以留在房间陪他 但他一定要躺下来 他看到你终于进房间陪他了 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超级听话 再不记他也会愿意躺下来 其实只要他愿意躺下来 安安静静的待上一会儿 离睡着也不远了 这样训练几天之后呢 你会发现宝宝平静的越来越快 然后需要入睡的时间呢 也越来越短 那其实这个时候 宝宝就已经掌握了 自主入睡的能力了 其实我觉得哄睡宝宝并不难啊 最可怕的是 半夜孩子醒再去哄睡 来来回回无数次 那个才叫真的可怕 所以在下期视频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医院里面学到的 高校且科学的 把半夜惊醒的宝宝 快速哄睡回去的方法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Bye Bye